二十大一开源就陈埃乐定了 陈埃乐定衍生几个后果的 其中一个后果 大家是看到的 现在各地的防疫政策 就会越趋严厌 越趋严格 原因 一 一个在上海非常严格 对抗疫情 不顾经济 不顾生命 人们饿死也不理 病死也不理 可以升级去国务院 做下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一个叫你 喂 防疫之间 还要顾着经济 顾着民生发展 企业收入 中央政府没有收入了 现任总理 即将离场 离开权力合宿 现在在做官的那些人怎么想呢 只会比上一任更极端 不断的极端 不断向左转 一定是这样的嘛 要不然你不用做官了 现在不用你经济 不用你老百姓死活 像李强这样 找个钉 钉钉钉钉 钉死门 你不要出来啊 就是这样 为全国 再加上 一个什么风气就是开完二十大 我们习书记呢 习总书记呢 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就叫做延安 大家看回前两次 第一任做书记的时候 先来一个广州 深圳广州 提倡改革开放 但是这次呢 选了去延安 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晰的 也都要大家要小心 因为香港人很多人就不熟过历史 我们一看 当时我当时 哇 心里里里 为什么呢 去到延安 重提延安精神 什么叫做延安精神 大家知道吗 延安在194344左右 有一个叫做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讲的是几样东西 第一 文艺界 文艺界 绝要服从 党的领导 就是为这个共产党宣传 文艺界唯一的作用 所以任何文学作品 电视作品 都一定要歌颂共产党 不可以质疑政府 不可以质疑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是延安整风的民艺界的方针 其中一个 他不贊成这个所谓延安整风 以及批评一些领导级的所谓的 有些个人主义 有些英雄主义的行为 就是有些阶级矛盾的问题 一个叫做黄十美 结果这个人被康生整死了 在1947年整死了 黄十美 毛泽东还假猩猩地说 还我黄十美 有篇文章寫了出来 第二个 延安整风提倡的是什么呢 绝对服从毛泽东 将毛泽东个人崇拜呢 就定了 定了姓 第三个 延安整风说的是什么呢 整个延安整风的目的 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确立中国共产党 由中国人普共作主 共产党 你看回历史 由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搞的 他那时候不是叫中国共产党 他叫中华苏维亚政府一国两制 在中华民国底下行一国两制 而当时他不是叫中国共产党 而是中国苏维亚在中国的职务 就是说苏共 俄国势力来的 苏共是中国的代表 去到延安都是苏共在中国的代表 就是当时共产党都没有钱 要靠苏联的经济支援 所以当时在延安政风之前 所谓的共产国际那一群人 包括早期的张文天 在中华会议之前 在长征离开了江西的时候 那个中共的主持人就是张文天 一直到中华会议之后 主持人改了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都要看苏联面识 因为他要给苏联钱 苏联就派了当时两个人 一个叫王明 另外一个叫博古 王明就是陈兆宇 这个人在70年代在莫斯科死的 另外一个叫秦邦宪 秦邦宪在1948年 与叶廷在飞机上 聚机一起死 就是秦邦宪这两个 这两个国际共产 驻中国的代表 而这个延安政风 最主要将这个国际派打倒 就土共派当头 就正正式式 在一个共产党出发的立场来说 是真的对的 是没错的 为什么要靠这个外国势力 资金援助呢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 自力更生 正因为毛泽东都看到 如果这样斗国际派 苏联可能不高兴 他就不会有钱给下来 所以就 所以接下来是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其实在云安政风之前已经有了 他已经部署了 大生产运动有一个特色叫做什么呢 南泥湾 南泥湾原称在甘肃附近一个地方 甘肃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甘肃一带 那个山区南泥湾 原名叫做烂泥湾 你想想 就是种不到米的种不到蜜 谷蜜种不到的 但是有样东西种到的 甘肃 种甘肃就种到 因为卖甘肃就是卖给这个国统区 就是国民党统治地区那些什么军阀 那些财阀呢 他就用鴉片来赚钱来养军费 养他的军费 是这样来的 这件事彰显了几样东西出来的 第一个 他要仿效毛泽东在党内建立一个个人的绝对权威 文艺作品一定要听共产党话 这件事讲了几年了 大家留意一下这几年 很多内部中有这样的色彩出着文艺作品 一定要完全服从党的指示 不可以质疑共产党的行为 这件事讲了几年 所以未来这几年会越来越多这些歌曲 还得到日劇的 一些对历史的反思的话 是不容易有这个什么反思 第三呢 比较上敏感的是什么呢 斗倒国际派 好了 借股奉金 谁是今天的国际派 在共产党里面有谁被认定为改革派 市场派 就是李克强、胡春华、汪洋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未来是怎样呢 就可以 闻到那些未会是怎样的 看到的是这件事 好了 他们不断地去找一些目标 他们都会咬死的 好了 好死不死 现在这几天 上个星期尾 爆发一个富士康大逃亡事件 现在慢慢消息出来之后 今天看到富士康大楼那个726号房的8个人 就离奇死亡 怎么会全部死掉的 究竟是病死还是饿死 不知道啊 我不认定啊 我没看到消息啊 不知道 但是这样引起很大的震撼 富士康那些员工就冲破那个围栏 那些人呢 就返回家 就行几百里的那样去行路步行 回家 高速双路 公路上面行 就沿途呢 有些村 村镇呢 就摆些水 摆些食物啊 资座的灾民 大家会问 为什么他们有车不搭呢 喏 这个就解释给大家听 什么叫红马 红马 黄马的好处了 在大陆 如果你健康症上面 一变了红马的话 公共交通不能搭 酒店不能住 旅馆不能进 饭堂不能进 什么你都不做到 你只要在家里有红马的话 黄马也有限制高铁 不能上去 所以他一用手机的监控 把全部转到红马 那些人很清楚 那些人很聪明的 我回答都没用的 那我唯有什么走路 用最原始的双脚 走回乡下 所以沿途你见到 80年前1942年 河南大饥荒的逃荒 逃荒事件一模一样 说起河南大饥荒是好笑的 1942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谁知不知道 冯小刚 冯小刚的导演 啊?这么巧的? 他呢? 一支箭一支箭一支去美国啊 稍后我会讲到 稍后先来讲这件事先 那为什么很多人 一厢情愿讲啊 他说啊不是啊中国人你挺好啊 来源头放点水在那里 接济一些灾民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笑一笑 有的时候我认我是挺黑心的 要两体 当然有这些什么好心 就是帮一下那些远头 远向的流民啊 叫做流民啊 就是流了各地的人民啊 补充一些食水啊食物啊 那另外一方面你都不要忘记 他就怕这些流民 他带了COVID-19的病毒 新冠病毒 他怕他们留在一条村里面 全一条村变了红马 他也有什么担心 唯有就怎样呢 唯有就放水在那里了 你不要入村 就是好像那些中国的制治方式 就是制一些孤人的鬼那样 就摆一些香案啊 摆一些食物啊 摆一些齿饭啊 哎呀你吃了你不要入村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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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 就是打发功夫 就是打发他们 就是给他们化圆啊 就是自己做好事 你不要忽略有这种什么人 一样有 一样有 那这件事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我们看到 究竟富士兵现在发生着什么事 为什么那七二六那八个人 离奇死亡 这个一定要解释 这个一定要解释 向社会全国解释 第二呢 其实这有一个非常大的讯号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印象 习近平去延安之后 他去延安附近一个苹果墙那里 不是和七个干部啊 他站正中间啊 前面镜头前面啊 在地上放了几个蓝苹果的 大家记不记得有那张照片 这几天 这么巧擺苹果 而富士康就正正是 帮苹果生产的代工厂商 哇 这个进入真是很明显啊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他现在 刚才我说过 原本正可以斗一些所谓的国际派势力嘛 那现在的tune呢 就是反美嘛 那你 富士康有两个角色 是很容易被 就是在这个大政风运动里面呢 是做了战法的 第一个 他很典型的美国企业 非常非常明显的 一个symbol 一个象征的美国企业 第二 郭台铭是台湾的首富 这两个目标是 一个台湾的首富 在共产党 现在这个眼中呢 一定要逼令国台铭 你知不支持共产党提出的统一 听清楚 共产党提出的统一 不是你们想的统一 就是他们说 一国两制 台湾将来要全民再教育 你要接不接受 你不接受的 他就将很容易将 这个国台铭 打成一个什么呢 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而进行一个斗争工作 因为你有钱嘛 他挑起穷人 还有一件事 是什么 资产重新分配 就是斗地主 穷人大翻身 他挑动这些东西 去进行一个 所谓的积极的斗争 对这个 郭台铭 对富士康 尤其是富士康 这几年一直被批评是什么 血汗工厂 他太多位被人进入了 所以现在你郭台铭如果精的话 你在国内投资能带走多少 带走多少 你不要留恋了 这个浪我看怕 真的很明显 就是那堆苹果 再加上富士康 现在出这些什么事 是随时升级为一场政治运动 随时 一旦是这样的话 你郭台铭 如果你这么巧在大陆 你走不掉的话 我又恭喜你 郭总 就是唯有恭喜你 希望你 希望你补了一条命 钱啊 你还想想走 都很为虚